现在我们乘坐的是无人驾驶小巴,现在我们准备出发了。 2020年9月,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率先建设全国首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,四年度时间过去,首个自动驾驶政策先行区现状如何。 今日,记者在示范区内体验乘坐了无人驾驶小巴,车内配有一名安全员,车辆全程运行平稳,对路上车辆的避让和反应也较为灵敏。 据介绍,截至目前,示范区已有超30家车企的800余台自动驾驶车辆运行,累计自动驾驶里程超过3000万公里。 除了助力出行,在示范区内,无人配送车已深度参与到快递运送的多个环节。 在一家无人配送企业内,记者看到,该企业研发的无人车已迭代升级5次。 那我们第一代车呢,一小时我们只可以跑5公里,设计时速。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最新的第五代车呢,一小时可以跑50公里。 然后第二个呢,就是我的装载量现在是三立方。 第三个呢,就是说我原来第一代的车成本要几十万,现在我的单车成本7万2。 然后我们最新再去迭代完以后呢,是6万块钱以下。 也就意味着我的单车成本的持续下降,性能的不断提升。 通过无人车配送、无人车接驳两种人机协同方式, 目前该企业的无人车单车日均运输快递件数达到800至1000单。 那无人车呢,我们主要的客户就是,现在有第一个大的物流场景是快递公司。 它呢,其实原来是它的快递经过分减,分减完了之后到一个分点部。 然后呢,小哥把这个车上的货要拉到他自己的小车上面,那再拉到末端,再去送上楼。 那现在有了无人车以后呢,他其实分减完了以后,直接装到无人车上, 然后无人车给他拉到末端,那中间不用人参与。 然后末端呢,小哥把他送上楼。 就我们之前采访一个小哥啊,他们现在是这样,以前他们是要7点钟左右上班, 因为他要把快递先要都拉过来,有时效性的,那现在他就可以9点左右上班。 为什么?就因为他上班的时候,他要送的快递已经在触点了,就在小区了。 他直接把无人车上的快递送上楼,然后呢,同时再把楼上的劲揽下来。 对他来讲,他的工作时长其实从11、2个小时能够减少3、4个小时。 在一家自动驾驶计算平台企业,记者看到了一款自主研发的高性能自动驾驶芯片。 近年来,示范区支持国创中心建设全品类全层级车规芯片测试认证平台, 促进本市重点整车企业芯片国产化率不断提升。 那我们也是在今年的10月份经历两年多的研发的这个时间, 向业界推出了我们第一颗高阶的自动驾驶的大酸规芯片,光智R1。 一颗是目前现在主流的国际主流芯片的这个两倍以上的性能, 但是能够更好的去支撑这个中国车企的自动化的一个发展。 我们跟这个主流的车企都在进行深入的合作, 主要是服务高阶支架里面的大酸粒的这个过产芯片稀缺的问题。 据介绍,2024年下半年示范区正式开启4.0阶段建设, 围绕平原、新城、三城一区等重点区域, 以四环路至六环路为主体,打造自动驾驶北京环。